仍然人往的三峡菜市场里 严谨女孩正和一旁的老人家们 商量着今天吃饭的菜单 但有趣的是 看似一家人的他们 可是没有任何的血缘 而唯一的关系就是 他们共同居住在一起 分享彼此的生活经验 例如买火龙果 会不会叫火龙果 我其实连切都不爱 会不会叫火龙果 这是新北市推出的 青银共居三天两夜的实验计划 这个在国外行之有年的制度 今年终于由新北市和社会企业 九楼共生公寓合作引进 新北市城乡局的科长郑建志 就希望能在高龄化社会来临的同时 为社会住宅找到更多的可能性 除了提供给青年跟弱势朋友居住之外 它其实可以面对未来高龄化社会 它可以让高龄化的长者 跟我们的年轻人共同居住在一起 让这个社会住宅的居住的选择 更多元 更开放 只是老年人和年轻人住在一起 真的没有问题吗 带着90岁的妈妈 蔡阿这一次活动的72岁佩姬阿姨 就相当的满意 你看我们刚刚出去玩 他们也有感觉都很轻 好像自己的孩子那种感觉 没有一点所谓的蛋糕 像我刚刚我妈妈回来 一生大汉包就打麻将 他们就这样包我 那去打麻将 我竟然没给他说 他还知道 我也不知道啊 觉得蛮不错的这样 七万 好来 三十 没有了 不只老人家们愿意尝试 就连年轻的姿姿 也开始对老人家有不同的想法 今天对我来说是很紧张很紧张 对 虽然会打 但是我还没有遇过 就是那么资深的牌手 对 然后就会让我很紧张 我想说我到底现在要干嘛 这个位于三峡北大的轻盈共军基地 交通便利 对接就是国小 目前三个单位共90平 可供10人使用 而且规划良好 九楼共生公寓 社群经理罗喜哲就强调 整个设计能够避免不同作息的两个世代相互干扰 就是有老人房 然后会有青年房 那其中某一间我们三个单元嘛 一间当然是会有一点比较混均 但那个混均的 比如说他的平常的习惯 或是年轻人的习惯 我们会是事前经过一个调查 然后来去配对这样 尽量达到一个不冲突的状态啦 此外为了能够加速世代间的交流 共居基地也规划了休闲 工作以及用餐三个公共区域 让共居者吃喝玩乐都在一起 至于房租方面 青年可以想市价6000元 最多6折的优惠 长辈也能享有8折的折扣 不过由于共居基地是社会住宅 因此想要住到这里 恐怕还得符合资格 所以说未来住到这个青年共居的 长达者或是年轻人 其实我们会希望说 它要符合一部分我们社会住宅的资格 尤其是像所得的部分 我们的所得限制是在年收入在115万以下 而且同时它必须要在北北基陶 没有不动站 本身没有不动站 的前提下 你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体验 目前整个计划将在修正调整之后 于9月进行下一阶段的 经营共居long stay 计划 如果一切顺利 明年就可以正式地实施 为台湾的老年人 以及青年的居住问题 找到一条不一样的道路 央广记者曾国华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